来来来 我们看到下一份简历 段小冬来说一下简历 出印象 哎 这个字你觉不觉着像女生写的 就是那种像画花一样 绣花一样一大片 不是 好像全是连笔你看吧 对 至少要证明一点啊 他的近视力特别好 我觉得他的字很平衡 就是每一笔每一 每一话都是差不多 没有一些比如说 一撇一纳可能更重一些 就是 所以他是一个藕断丝连的人 你 附罗尔你发现没有 大家说半天没有人说内容 因为大家都看不懂 他是比较自我的 就是你写字实际上是给别人看的 如果你自己不太认真的话 其实是相对自我 就是手写的机会太少了 所以就是 字写的生疏了一些 所以就 本身之前的字也不是太好 对 所以很抱歉 他这个89年的 今年29岁 然后他每一份工作 都是做网络工程 有关的这个工程师什么的 所以他的工资还是7000多 然后我觉得 如果他 离网基地都是这么低的话 我觉得他为了 之前的工作未必做得很好 给大家爆一个料 这个人的感情状态是 有一个认识三四年的女孩 彼此是彼此的备胎 现在吗 现在的 我那太宽容了 红蓝直截 掌声有请段小冬 大家好 我是段小冬 我在生活中比较沉稳内敛 然后在工作中 对待工作比较严谨 然后我喜欢要按一定的条理性 去开展工作 之前我因为项目完成的比较好 受到的各方好评 从而得到了优秀员工的荣誉 今天来到这里 想寻求一份产品运营类的职位 谢谢大家 你怎么跟女生握手一样 男生就是啪 你女生还这样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你的字写的真的太潦草了 你是不是对我们太敷衍了 不是 不是 那事实上就是这样 你不能一个字一个字写吗 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性子比较急 所以写起来喜欢连笔 所以说话得认真一点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彼此是彼此的那个 可能彼此之间还在观望吧 就这个意思 观望 对 就是考察考察考察对方的人 考察也不叫被谈 有结果了吗 有结果了吗 目前还没有 三四年都没结果 对啊 很很 三四年还在观望考察 不是 主要是人家在考察我 不是我考察人家 就你现在还没过关呗 对对对 我对人家还是很中意的 他在哪里 他在河南 河南 对 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对 主要是因为异地 所以才 所以一直拖着呗 对对对 所以说你是不是一个 特别想要成就一件事情的人 要不然怎么可能拖三四年呢 我是不希望拖的 但是他一直有各种顾虑 比如说 那你还想被拖下去吗 其实真不愿意 好 来 跟他说个告别吧 来 你好 你好 我希望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先以工作为主 嗯 就是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谢谢 那几天记得喝谷放红糖哦 嗯 好 那就是留的后手 来来来来 邓小冬 了解一下你啊 我看你的性格好像胆小怕事情 呃 并不是 就是 主要还是不太自信吧 那哪方面不自信 能力 呃 并不是能力 家庭 其实我工作能力还是可以的 嗯 只不过有时候 有时候就会有一种 呃 自己 就是 就是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我猜你是不是在家庭当中 会受到父母的打压过多啊 对 是的 是不是从小到大被管大的 嗯 就没有自己 就是很多事情是他们帮你做决定的是吗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像 像我上学 去哪上学 从初中 一直到现在 还有就是我去哪发展 都是由我自己决定的 嗯 那那他们 怎么否定你呢 嗯 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打压我来 来 能叫什么 来促你上镜 对对对 那怎么打压你的 最难听的话说过什么 你笨得就像头猪一样 你笨得像头猪一样 对 这是你老妈说的是老爹说的 我爸 你会反抗吗 就是有时候我会语言反抗几句 啊 当然 就是不敢太攻击 我因为我爸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对对对 揍你是吧 对 就是就是小时候经常揍 现在腿脚不好也揍不动了 所以你现在就想离开家 有一个自由的理由 对 有有这个想法 但是 但是将来将来就是说 也不能不管人家嘛 毕竟是生为子女 该尽的责任也要尽 不能不能不管人家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 被中国传统家庭破坏 迫害到这个时候的一个典型啊 不是小冬 我觉得你在电视机前 你不能这么说 你父亲已经生病 在在家 身体现在很不好 你这样说的话 他心里多难受 他虽然打你或者怎么样 他也是为你好呀 对吧 你都长这么大了 你怎么能对着电视 这样去说你父亲呢 如果我是你父亲 真的我心都碎了 那都不是身体的问题了 当时跟孩子说 你像猪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过孩子 心碎不碎 他现在这个年龄 他是成年人 他应该为自己 说过的话负责 但是他作为 那个时候的孩子 他是承担不了的 是这样的 小叶 每个家长的文化知识程度 或者他的经历过程 不一样 再不好 他没有说对你不好 他没有说恶毒的对你 他只是说 他的表达方式不对 你是应该原谅的 当然我们倡导父母 应该有一个 他从什么原谅 他从小长大的时候 就已经被攻击了 那个时候他是个小孩 他是没有建立防御机制 他安全感现在这么差 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 没有得到家庭的足够支持 那我们现在在这公众平台上 我们为什么要去说 父母即使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你依然要被原谅呢 这个我是不支持的 小叶 父母可以挑吗 有一些父母就是非常的差 没有水平 他从小这么去教育 你今天把你培养成这样 我不认为你应该去这样说 你可以说我原谅他 什么叫毕竟我还要去管他呀 其实我对我爸的爱 还是多一点的 虽然就是小时候 发生了不太好的事情吧 当然是给我留下了一个种子 但是这个问题 真的是对我来说 不是太重要了 也不是太计较了 过去承受过的一些压力 甚至承受过的一些鄙视 鄙夷 我们可能需要做的 就是要做一个更强大的 只有当你自己足够强大了 那这些过去你所受到的白眼 所受到的一些鄙视 都可以 你都可以轻松地一笑而知 我们每次在座 类似于像这种 寻亲的 送养的 或者是父母抛弃的 这种节目的时候 就是你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有一些被送养的孩子 或者是曾经受到过 父母伤害的孩子 就你怎么跟他说 这个父母啊 是给你生命的人 他们也不容易 他们也老了 你会发现 他们都很难以接受 即便最后 为了节目最后的呈现 哭着抱着父母 那脸上还是有一点点尴尬 他就是接受不了 即便是血浓于水 有的时候在成年期间 尤其是在自尊建立的时候 有一些伤害 他这辈子都记得 所以呢 谁说了都没用 当事人自己的消化和感受 是最重要的 是的 好吧 聊到你 聊到你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产品运营 对 你一直是在做计算机 相关的工作吗 是的 是的 那你上一份工作的离职原因 是什么呀 是因为我父亲住院了 我得回去照顾他 你看看 你看看 是吧 对不对 说来说去还是藕断丝连嘛 没办法砍断 其实我跟我父亲 跟我家人的关系 可能 当然有一些裂痕 但还没有到 就是特别严重的地步 行行行 有的时候印象越深刻 心里就越难放下 无论是仇恨还是关爱 那你已经离职多久了 今年7月份离职的 你主要上份工作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主要是给机房运维的方案写文档 然后还有一些交流 非技术类工作 对 但我是技术出身 写的文档也是技术类的 所以就是说用 就是你懂技术 对 但你主要的是做构建和交流 对对对 那你今天来面试 我们有哪个企业会给你这种港 除了那个过来那 好像没有哪个企业会给你这种港 确实是 但是 很专业了 13年以后 我一直在做产品 产品相关的工作 虽然 你是做硬件是吧 以前是硬件 就是13年以后就开始改做软件了 做网络软件 对 就网络相关吧 但是就是说 所有的产品设计 它都是遵循一个思路的 如果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 能告诉我们 你到底做哪块技术 网络运维软件的一个现场的安装 做这个的 对对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期望的是10K 如果你还干这个 10K不高 但如果你要转为APP的产品运营的话 你没干过 我可以学习 学习你交学费啊 也是 有地域范围的限制吗 北京吧 来 第一轮选择许霍雷 还有两人的